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九课 我们的第一个传感器 温湿度传感器DHT11 这个实验的学习 在上一个小节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的理论基础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小节 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DHT11 实验代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析 实现以及演示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内容呢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DHT11 变成接口的一个讲解 好在给大家讲这个变成接口之前呢 我们首先还是要看一下 我们这个开发板里面 我们这个DHT11的这个电源里图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电源里图 开发板的一个原理图啊 我们来找一下我们这个DHT11 这个传感器 好我们把传感器呢 都是放在一个模块里面的 大家看一下 好这是我们的传感器模块 这个部分传感器电路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找一下我们这个DHT11的这个传感器 好 大家看 就这个U12 是可外挂的数字型温室度传感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接口啊 实际上这个接口呢 在上一个小节给大家讲 这个温室度传感器的时候 简介的时候呢 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这次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一个D 然后这个角是一个NC 这个NC呢 不连也可以直接把它接D 那DQ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角 也就是我们所谓这个单种线接口 然后还有一个VCC 好 在我们这个简介 在我们给大家讲这个DHT11的这个介绍的时候呢 给大家讲了 如果在这个数据线和这个电源之间呢 我们并一个做一个上拉 实际上 这是一个上拉电阻啊 上拉到一个是V3.3的一个上拉 那么就可以提高我们这个DH11读取的这个稳定性 因此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上拉电阻 然后这个电容呢 是用来做这个滤波的 好 然后我们就来找一下我们这个数据线 我们这个单种线接口的数据线 它是接到我们CPU的哪个角上的 好 我们可以直接搜索 好 我们点这个 搜索 在这个搜索里面 我们直接输入我们这个引脚信号 我们叫 WIRE-DQ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找到了 大家看我们这个DHT11的这个数据总线呢 实际上是挂在我们的这个PG9这个IO上面的 好 因此呢 我们对这个DHT11的这个编程呢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PG9这个IO的一个编程 好 我们把它写一下 实际上就是对这个PG9这个IO的一个编程 好 这个原理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那么我们是如何对这个GP9也是我们这个PG9进行编程的呢 好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单种线接口的这个编程方式啊 好 首先要讲一下编程方式呢 我们就要去看我们这个DHT11的这个传输的一个时序图 好 我们通过这个时序图呢 我们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这个角 PG9实际上就是这个信号 好 那么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我们要对PG9做哪些编程 好 首先我们看我们这个黑色的这个部分啊 黑色的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CPU来说 对我们就是我们这个CPU的P9来说 实际上就是一个输出 主机开始发 开始信号 实际上是一个输出 然后呢 它首先说一说首先是个out 而且out呢 大家看这一节实际上是一个低电频 因此呢 还要把这个L拉低 然后这一节呢 是一个高电频 因此呢 还要把它拉高 好 现在呢 就是要把这个PG9做一个输出 并且要把它拉低拉高 好 我们再来看后面这部分 后面这部分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DHT11的这个响应的这个部分 那么对我们这个MCU来说呢 实际上是一个输入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读取我们这个DH11的一些响应的一些信号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所以说就是一些输入 那么我们读取到的这个信号呢 就有可能是高电频这儿 拉高 有可能呢 是低电频 对 这 数据0呢 大家看 这前一段呢 是一个低电频 因此呢 我们读取到的数据呢 可能也是低 也有可能是高 好 因此呢 我们具体到我们的这个 对这个DHT11单总线的编程呢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实际上 就是这几个 好 第一个呢 就是配置IO为输出 好 我们写一下 配置IO 配置IO为输出 好 然后呢 实际上呢 我们还要配置IO为输入 配置IO为输入 然后呢 还要对IO进行一个拉高拉低的操作 好 拉高 拉低 最后呢 就是要读取这个 配层输入以后呢 就要读取这个IO的状态 好 读取IO的状态 就是读IO 好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单总线接口啊 我们这个编程呢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IO 编程的一个 更高级的一个应用 所以说呢 它不像我们以前做这个点灯 或者是做这个按键 只需要把它配成输出 或者输入 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面不但要把它配成输入 还要把它配成输出 并且呢 还要读取这个IO的状态 好 下面呢 就给大家具体讲一下 我们这个DCT11单总线接口的这个协议啊 好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 我们这里面所谓的协议 是个什么意思 实际上呢 我们这里面讲的协议呢 也可以把它称作通信协议 好 我们顾名思义呢 我们这个通信协议呢 就是实现我们这个通信的双方 比如说 这是通信的一个个体 这是通信的另外一个个体 就是我们这个通信的双方呢 通过这个协议呢 我们实现一个数据的一个传递 信息或者是数据的一个传递 好 那么我们这个常见的这个通信协议呢 在我们这个计算机里面呢 就分入两种 一种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软件的一个通信协议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硬件的一个通信协议 好 我们常见的这个软件的通信协议呢 给大家举些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GPS 大家知道GPS这个全球定位系统 这个GPS呢 它就有它自己的一套通信协议 我们把它称为0183这个通信协议 好 大家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下来看一下 我们就通过这个0183这个协议呢 就可以读取我们这个GPS模块输出的一些 轻微度高层 还一些时间信息 然后呢 还有一个GPS的通信协议 这个GPS的通信协议呢 实际上我们把它通常称为我们的这个AT指令 通过这个AT指令呢 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GPS这个短信息的一个收发 或者是拨打电话等等 还有上网的一些功能 好 然后硬件呢 常见的我们这个硬件的协议呢 最常见就是这个iPhone C 通过这个iPhone C呢 它有它的一套的传输协议 可以实现我们一些iPhone C设备的一些数据的一些读取以及设置 比如说还有SPI 如果有些设备呢 它支持SPI接口 那么也是有一套专门的一个通信协议 来实现我们这个SPI 通过SPI对这个数据的一个读取 好 具体到我们的这个DHT11单总线接口 这个协议呢 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单总线接口的这个通信协议呢 实现我们这个DHT11温度和湿度 这两个数据的一个读取 好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DHT11的这个单总线接口的这个通信协议 好 这个协议呢 我们还就在我们这个DHT11的数据手册里面 看 我们要看呢 实际上还是看我们这个DHT11的这个传输时序啊 好 大家看 这3.1这个小节呢 有一个DHT11开始发动数据的一个流程 然后这呢 对它的这个流程呢 做了一个介绍 实际上呢 这个介绍呢 实际上就对整个的这个协议呢 也给出了一个说明 好 我们具体的可以看我们的这个3.2这个图啊 实际上3.2这个图呢和3.1这个图 是一个意思 只是3.2这个图呢 它说的更加详细一些 好 我们来看3.2这个图 实际上我们这个传输协议很简单 它主要分成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主机发送复位信号 好 也就是我们大家看 我们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时序 这个部分 主机发送复位信号 那么我们这个主机如何发送复位信号呢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主机至少要拉低18个毫秒 好 然后拉低18个毫秒以后呢 再把主机拉高20到40个毫秒 拉高以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读取DHT11的这个响应信号 好 然后这个 好 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这个 协议呢 实际上分成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一个主机复位 好 我们写着reset 主机reset 好 我们要实现主机reset呢 就是通过操作我们这个IO口 我们这个IO口呢 首先把它拉低18个毫秒 然后主机呢 再拉高20到40个毫秒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好 就是我们这个重机 重机就是我们这个DHT11的一个响应 好 然后就是DHT11的一个响应 好 就是我们这个DHT11的一个响应信号 然后我们这个DHT11完成响应以后呢 它会把自己拉高 大概拉高的这个时间呢 是40到50个微秒 然后是这个DHT11拉高 拉高以后呢 后面呢 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传输 好 第四个部分呢 好 我们这个时序的第四个部分呢 好 就是一个数据的传输 就是我们数据部分 然后我们如何来读取这个数据呢 实际上这个读数据的这个方法啊 也是我们这个协议的一个部分之一 好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3.3这个小节啊 好 这里面讲了我们这个数字0信号的一个表示方法 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每个数据啊 大家搞清楚啊 实际上呢 都是以一个低电频 表示我们这个数据的开始 好 我们就写了 好 我们一位开始 是一个低电频 然后这个低电频的一个时间呢 是12到14个微秒 然后呢 我们紧接着 就是一个高电频 好 我们这个高电频呢 这个高电频这个持续的时间呢 就表示了不同的一个信号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 我们看26到28个微秒 那么就表示 0 数据0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116到118个微秒呢 就表示数据1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读数据的时候啊 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数据这个 高电频的这个持续时间 也要判断一下 比如说有没有超过 30个微秒呢 如果超过了30个微秒 那么肯定就是 表示1 如果没有超过呢 那么就表示0 好 我们下一个数据呢 又是从一个低电频开始的 一个12到14微秒的一个低电频开始的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大概明白了我们这个数据0 以及我们这个数据1 我们这个信号的一个表示方法 好 我们这里面呢 给大家再小结一下我们这个协议啊 我们这个协议很简单 实际上呢 就分成了三个步骤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主机要发一个复位信号 发一个reset 一个复位信号 然后发了复位信号呢 就是我们等待这个DHTL的一个响应 我们把它叫做response 好 我们这是一个响应 响应结束以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读取 好 我们数据的读取呢 那么我们就要区分我们0电频和1电频和高电频 就是数据0和数据1的不同的一个读取方式 好 我们这个协议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 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好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这个流程分析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具体实现 好 在我们这个实验里面呢 有几个关键点先给大家提一下 首先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代码呢 还是操作我们这个IO口 而且呢 是把它当做一个通用IO来操作的 但是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一点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IO口的一个输入输出的一个配置 就是在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初始化完成以后 我们还要对IO口的输入以及输出 进行一个配置 因为我们大家看我们这个协议里面啊 实际上呢 有写 有读 就对这个IO有写操作 比如说拉高拉低 然后还有读操作 比如读取我们这个响应信号 因此呢 在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 编程中呢 在实现我们这个时序的这个代码里面呢 我们会随时对这个 IO 它的输入输出 进行一个修改 好 这是一个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延时的这个操作 延时操作 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特别讲下这个延时操作呢 因为大家看我们这个时间单位是多少 20到40个微秒 好只有刚开始主力拉低有18个毫秒 因此呢这个时候呢就要实现我们这个微秒级的一个操作 那么要实现我们这个微秒级的操作呢 我们就要用到前面给大家 讲我们这个 点灯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给大家讲了一些 我们实现我们这个系统延时的一些方法 我们这个延时的一个操作 我们要实现一个 比如说我们要实现一个这个微秒级的一个延时 好 微秒级的延时 因此呢我们就不能用系统给我们提供的那个HEL delay这个延时了 因为那个延时呢 只能延续到毫秒级别 好第三个要注意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协议的一个实现 协议的实现 好我们呢 在我们这个代码里面呢 就要特别注意 这三点 好下面呢 给大家 具体的讲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流程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代码呢 还是比较简单 首先呢我们第一步啊 就是我们初始化我们这个DHT11 这个初始化呢就包含了几个部分 好第一步呢实际上就是初始化我们这个IO IO的初始化 好初始化IO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要检测我们这个DHT11 检测DHT11 是否存在 我们如何来检测呢 实际上我们给大家 刚才讲我们这个协议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讲到了 我们通过检测我们这个DHT11这个响应信号 是否有这个低电频的一个响应信号 好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我们这个DHT11是否存在 好我们这个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第二步呢实际上就是读取数据 读取我们这个数据 好读取数据呢就按照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协议的这个流程走 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读到零或者是读到一不同的这个高电频的这个时间呢就表示不同的一个数据 好整个这个流程呢大概就这样的 好下面呢就和大家具体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实现 好我们还是老传统我们直接看我们这个 面函数啊从面函数开始看 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整体的一个实现 像这个代码呢 整个代码还是比较简单 首先呢就是我们对这个LED还有这个窜口进一个初始化 然后呢就是要初始化我们这个延时的一个定时器 好这个延时的这个操作呢在这里面呢我不给大家进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啊 因为我们我们如果需要不清楚呢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的章节 然后呢或者我们直接进到这个代码里面呢可以查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然后呢还可以根据我们这个系统这个SystemTik这个集存器呢 它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具体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它是如何实现的 好这个同学们的下来自己看一下我们这个延时是如何实现的 我们这个延时定时器的一个初始化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初始化我们这个温时度传感器 好我们这个我们先大概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代码具体的这个如何初始化呢 我们一会给大家讲 好初始化这个传感器就会返回一个值这个值呢就是是否检测到我们这个DGT11 如果没有检测到呢那我们会常亮这个灯常亮大概是5秒钟的样子 然后呢把这个系统呢停下来 如果我们读到了检测到我们这个温时度传感器呢 那么我们就会读取当前的温度以及湿度然后打印出来并且呢进行闪灯 通过闪灯呢进行一个提示表明我们这个系统在运行 好下面呢就给大家具体讲一下我们这个DGT11这个初始化的这个内容 好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个初始化很简单啊 首先呢就是对我们这个IO进行一个初始化 这个IO呢之前给大家讲过讲过啊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PG9 PG9这个IO因此呢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PG9的一个初始化 好大家看我这里面呢都是写的一些红定义啊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DHTL dataping 好我们这个是GPL9 然后呢它的这个分组呢是GPLG这个分组里面 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好大家以后写代码呢也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啊 通过这个红定义来表来指定一些硬件的一些IO啊 还有一些一些接口 这样子呢如果我们对这个接口进行的改动呢 我们直接改这个红定义就可以了 不用在代码里面呢到处去找 好然后呢就是对它速度的一个配置 以及我们这个首先把它配成输出output 好接着呢就是调用我们这个HLGPLIIT啊 这些这些调用呢就不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讲解 因为在我们给大家讲点灯实验的时候呢已经讲了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复位我们这个DHTL1 好我们实际上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协议啊 好实际上我们复位DHTL1呢就是做的这一步操作 这一步操作 也就是首先把我们这个GPL9把低 拉低呢至少要18个毫秒 然后呢再把它拉高 20到40个毫秒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reset 好reset大家看实际上呢 好首先呢是要设置我们这个IO把设置成一个输出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把设置成一个输出 实际上呢我们是通过调用这个函数 把这个IO制成输入或者输出 具体呢就根据这个IOMODE这个参数来进一个匹配 好如果 实际上呢我们这里面有两种实现方式啊 第一种呢就是把这个IO呢重新进行一个配置 比如说如果是input就把这个IO配成一个input 如果是output呢把它配成这个output钢PP 然后重新调用这个HLGPL9IT 但这样呢显然它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整个这个调用过程还要使用我们这个CMSIS的酷寒数 因此呢它执行的代码是非常多的 好我们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直接去操作我们这个寄存器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实际上这是一个红定义啊 我们去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红定义 比如说我们要把它设置成一个输出 那么就直接操作GPLG-MODE这个寄存器 好我们这里面呢就直接写了我们如何配成输入以及输出 大家下来呢可以具体参考这个MODE这个寄存器呢 具体看一下我为什么要这么写 这里面呢就不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讲解啊 这样呢实际上我们这个输出出呢就很简单 只是操作寄存器 只行两个语句就可以了 两条语句就可以了 好输出出的配置呢先给大家讲到这儿 好我们继续我们这个reset的讲解啊 然后就是拉低我们这个数据角 好我们来看一下参考我们这个协议啊 好看拉低我们这个数据角拉低以后呢 然后延时我们这延时了20个毫秒 然后呢再把这个数据口拉高 拉高呢至少要拉高20到40个微秒 然后我们这里面呢延时了30个微秒 好大家看我们大家注意我们这个delay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delay是delay毫秒 这个delay呢是delay微秒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搞错了 好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呢 DHT1 reset呢就实现了我们这个DHT11的一个复位 复位以后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协议啊 复位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去读取我们这个DHT11这个响应信号 就看是否能读到我们这个低电频 好我们还是在这个IIT里面去看 好复位复位就是我们这个检测DHT11是否存在 也就是DHT11这个check我们这个函数 好我们来检测我们这个DHT11是否存在 首先呢就是要把它制成输入 把这个GPL9制成输入 制成输入以后呢我们就来检测我们这个低电频 是否是拉低了 是否是拉低了 好如果检测到了呢 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个retry这个值自0 然后继续检测后续是否又拉高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低电频高拉高44到50个微秒 好这有个低一个高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是否是拉高了 好如果这个时候检测这次拉高呢 就表明我们这个DHT11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这个retry100 也就是我们已经到了100个微秒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我们这个DHT11呢 就表明我们这个DHT11它是不存在的 好 它的整个初始化呢就是这样的 首先就是我们对这个IO进行一个初始化 然后就是对这个DHT11进行一个复位操作 然后呢就检测我们这个DHT11是否存在 也就是读取我们这个DHT11这个响应 好我们完成了我们这个初始化以后呢 好我们如果检测到我们这个DHT11呢 那么我们下面接下来呢就会读取我们当前的温度以及湿度信息 好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我们这个DHT11reddate这个函数 好我们找到这个函数 它是写在我们这个DHT11.c这个文件里面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我们有两个输出参数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温度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湿度值 然后我们这个函数呢返回了一个8位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用来记录我们这个 调用这个函数读取操作是否成功 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我们这个函数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函数呢 它的整个操作流程呢就跟我们给大家讲的 我们这个操作时序是一致的 首先呢就是复位对我们这个DHT11进行复位 复位刚才给大家讲了 实际上就是给它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就是给它一个低电频拉低18个毫秒 然后呢再给它拉高20到40个微秒 就做一个复位 复位完成以后呢这个时候就要检测我们这个DHT11 它是否存在 检测呢就是读取我们这个DHT11的这个响应信号 也就是读取我们这个低电频 读取我们这个低电频 读了以后呢再读取这个高电频 看这个低高这个过程是否存在 好我们如果读取到了我们这个高低电频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数据部分 具体的这个数据部分呢实际上 给大家也讲了我们这个数据0和1的一个表示方法 正面呢要重点的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来计算我们的这个温度和压力 这两个参数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温度和压力的一个表示方式啊 实际上呢还是在我们这个DHT11的这个数据手册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儿我们要看一下这个DHT11的这个数据结构 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协议的一部分 好这也是我们协议的一部分 相对于是对我们这个协议 它里面的一些表示的一些数据如何进行一个解算 好这里面呢这个不给大家念了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一次传输的数据呢 会传输40个bit有40个位的数据 然后高在前低在后 然后这个数据呢就包含了 我们的8位的一个湿度的一个整数部分的一个数据 和8位的一个湿度的小数数据 以及呢我们8位的温度整数据和8位的温度小数数据 最后呢是一个8位的校验和 好校验和呢它讲了校验和是数据为前四个字节 相加也就是我们的前四个字节 加起来就得到我们的一个校验和 好这个具体呢可能讲到这抽象 那么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 它这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是某次从中感习读到如下5个字节的数据 就是40位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是这样子的 那么如何来计算呢 实际上呢大家看我们这个湿度值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byte4 也就是我们这个字节4 然后表示我们它的整数部分 然后我们byte3呢表示它的一个小数部分 然后温度呢就是byte2和byte1 分别表示它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校验 也就是把我们这个byte4到byte1做一个相加 就得到我们这个校验值 好如果我们这个校验和呢 我们最后的这个校验和呢 和这个算出来的校验和是一样的呢 那么就表明我们这个数据是有效的 好我们具体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 好大家看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代码里面呢 首先就是读取了五个字节的数据 也就是40位的一个数据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存放在我们这个buffer里面 大家看读了五次 存放在buffer里面 然后呢 我们就取得了 我们的这个校验和 计算我们的校验和 也就是我们的byte0到byte3 是四个数据相加 是否等于我们这个byte4 就我们这个buffer 放在我们这个buffer数据里面 就是我们的buffer4 如果相等呢 那么就认为我们这个数据是有效的 然后我们就取到它的这个湿度 和我们这个温度的整数部分 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里面没有算它的小数部分 这个小数部分呢 就希望大家下来呢 自己来计算一下 然后取得我们这个温度和湿度的整数部分 然后呢 就把这个值 传进行一个传递 传递就做成一个输出参数 把这个值做一个输出 如果呢 我们这个校验失败 我们这个检测失败了 那么就返回一个0 否则呢 就会返回一个1 实际上这个代码呢 大家想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大家看 我们这个校验这个地方 如果校验成功了 那么我们就会读取我们这个温度值 和我们的这个湿度值的整数部分 把它做一个传递 那么假设我们这个校验失败了 然后实际上呢 这还有一个L式的一个处理 如果校验失败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让它直接返回 我们可以让它返回0 我们也可以让它返回一个其他的一个值 表明我们这个当前的这个操作啊 是校验失败了的 而且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儿 我这儿直接写的0和1 其实是不太妥当的 希望大家能直接写红定义 就是返回force 或者返回一个success 如果校验失败呢 可以返回一个校验失败的一个红定义 好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DTL要readData 这个函数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图取完数据以后呢 就是对这个数据的一个打印输出 然后呢 这个闪灯进行一个系统运行的一个提示 好 我们整个代码部分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好 我们这个代码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具体的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载板的一个执行 好 我们这里面呢 首先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DTL1 它长什么样子的 好 大家看我们这个视频设备已经接好了 然后呢 大家看我们这个绿色的小东西啊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这个DTL11 这个温湿度传感器 然后它有大家看 它有四个引脚 这四个引脚的定义呢 像我们之前给大家已经介绍过了 然后呢 它两面是不一样的啊 这一面呢 实际上上面印了一些字 就我们的DTL11这个型号啊 以及它的一些批次 然后这一面呢 就有些小孔 这小孔呢 其实就是流出来 为它内部的一些传感器 做温湿度 采集 方便他们做温湿度采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把我们这个DTL11啊 我们接到我们这个板子上 实际上呢 我们把这个DTL11接到这个接口 大家看啊 我们把它插进这个接口 插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个有孔的一面呢 它是朝外的啊 因为这个板上它有 有那个私印上印了一些 这个小小的一些框框 就表明这个有 有这些小孔的一面是朝外的 大家不要接反了啊 接反了有可能会 去烧我们这个DTL11这个传感器 好 我们接好以后呢 这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代码呢 好 我们编译一下 好 编译完成以后呢 我对我们这个 好 对我们这个板子上电 好 我们上电上电以后呢 我们对我们这个代码呢 进行一个下载 好 大家看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这代码下来成功了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要打开我们的这个 好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窜口助手 好 我们打开我们窜口助手呢 是我们我们是这个COM6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板子复下位 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这个窜口助手的一个输出 好 我们复位一下我们的板子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好 大家看我们当前已经输出了 我们当前这个温度呢 就是21度 然后湿度呢 是41% 好 大家看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再做个实验啊 我们把这个DHT211 从这个板子上取下来 好 现在把这个DHT21是插在我们板上 我们系统正常运行 然后闪灯表明是系统正常运行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把DHT11 把它从板板上取下来 好 我先把电断掉 好 把这个DHT11取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再看一下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输出 好 这个时候呢 我给它做一个复位 好 复位以后呢 我把窗口打开啊 这个时候已经过了 我们重新看一下 大家看复位以后呢 这个灯长亮5秒钟 代表这个系统呢 停止运行 然后呢 输出是未检设DHT21 系统停止 好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代码的演示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 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课后作业啊 好 首先呢 就希望大家能够认证完成 我们这个课堂上讲这个实验 然后呢 也可以对我们这个代码呢 进行更好的一个优化 对我们一些异常处理呢 就是考虑的更 详细一些 更周到一些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叫DS18B20 那这个温度传感器呢 它的精度更高 然后呢 就请同学们 查看我们这个温度传感器 DS18B20的芯片手册 然后呢 就实现我们这个DS18B20 DS18B20的一个温度的数据的一个读取 我给大家提醒啊 这个温度传感器呢 实际上也是用的单总线接口 但可能和我们这个DT11的这个接口呢 有些区别 所以说大家呢 就协议上有些区别 所以说大家呢 下来要好好把这个DS18B20的这个协议呢 好好看一下 想像该怎么去编程 好 并且呢最后还是通过我们这个窗口助手 把这个信息打印在PC上面 好我们这个课程呢 就到这儿 我们这个课程主要就给大家讲 这个温度传感器的一个理论基础 以及我们这个温度传感器 这个DHT11的一个实验代码分析 以及演示 好 这个课呢 第九课程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